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趣味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上节课给大家讲了一个复合型的UI空间UI Button的使用方法 然后这节课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解另外一个复合空间的使用方法,就是UI Text Field 这个UI Text Field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继承自UI Control的,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节课呢,会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这个空间是用来响应用户的文字操作,就是用户的输入的 也就是说,大家在其他应用中看到的那些我们去输入用户名啊,去输入密码啊 然后各种输入,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个UI Text Field来实现的 然后这个空间相比我们之前讲的那三个空间要更复杂一些 它包含了我们以上的那三个空间 也就是说这个UI Text Field呢,它其中包含UI Button 然后也包含UI Label,然后还有UI Wheel,也有UI Image Wheel 呃,我们还是来打开我们的工程 然后我们使用它老样子,我们使用UI,我们使用Interface Builder 然后来把我们这个空间拖到我们的页面里面去 我们先把这个确定按钮下移一下 我们还是用搜索UI Text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UI Text Field,我们直接把它拖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和我们在其他应用里面看到的那个输入框是很相似的,对吧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 OK,这个如果我们点击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效果 应该是键盘就弹出来了 诶,但是并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是模拟器 模拟器的时候在一些情况下是可以隐藏键盘的 然后我们让键盘显示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这样每当当我们点击这个输入框的时候 这个键盘就弹出来了 呃,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记得我们再点击这个 然后或者点击一些其他区域的话 这个键盘就消失了 但是这个功能并不是UI Text Field的默认实现的 我们是需要自己用代码去实现的 然后我们一会儿会教大家如何去实现这样的功能 呃,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Interface Builder里面来 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Text Field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属性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属性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多了一些和我们那个UI Button什么的不太一样的属性 但是有一些属性是跟UI Label一样的 大家看到了,比如说文字居中 然后包括它的字体 这些呢都是UI Label属性 就说明它其中是包含一个UI Label的 这个一会儿我们也可以 嗯,使用我们的大杀器 那个用来查看我们页面结构的那个插件来做 来看,然后一会儿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现在找一些不太一样的属性 比如说这个吧 然后这个是可以改变我们这个UI Text Field的一些外观的 但是它只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样式 如果大家想自定义呢 就使用我们这个UI View的一些属性 因为它继承自于UI View 所以我们UI View的所有属性它都是有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更改 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背景色啊 然后它的一些比如说边框颜色啊 这些都是可以去修改的 然后我们Text Field应该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属性 哦,这个属性 它的这些属性好像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的 哦,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改变它的这个Return Key的样式 就是说它弹出键盘 在键盘的最右下角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确定啊 Go啊,然后Next啊 这样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改成Next 呃,然后这块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是这个Keyboard Tab 这个是我们键盘的一个样式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这个Text Field 是用来输入什么类型的数据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改成这个Member Pad 它就只能输入数字 然后我们可以先这样改一下 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 呃,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 然后这些属性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太常用 然后也 嗯,一般也不用去修改它了 这个Appearance,哦,是Dark 然后这个,嗯,这个也没什么用 我们先不去修改它了 然后我们刚才改了两个属性 一个是Return Key 然后一个是Keyboard Tab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嗯,还是Command加R运行模拟器 嗯,我们点击一下 大家就可以发现 大家看到吗 这个键盘已经变成纯数字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出来 那个Return Key的效果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一个删除键所代替了 然后我们再去修改一下 嗯,我们把它的Keyboard Tab改一下 改成Default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然后当我们点击弹出键盘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右下角已经变成Next 然后比如说我们再做一些需求 这些需求就是一些多重的输入 比如说我们要先输入用户名 然后再输入密码 然后再确认密码 这样的话呢 当我点击第一个TextField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Next 然后我点击Next的时候呢 我们的焦点可以跳到下面的一个TextField 然后等跳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键盘这个类型改成Done 然后就是确定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确定 然后表跟用户说明 我们这个所有的表都已经填完了 嗯,然后接下来 我,哦,对 它还有一个属性 应该是叫做Placeholder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Placeholder的一个属性 我们现在在这儿来改一下 嗯,比如说我们改成 就改成Hello World OK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相当于在我们没有任何输入的时候的一个战位符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没有输入的 然后呢,这个地方就会显示一个Hello World 当用户有输入了以后 它就会显示用户的那个输入 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输入W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会被W所代替 我们的那个战位符也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把它全都删掉 然后这个Hello World又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想记得我们在看其他应用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输入密码 它这个地方就会显示一个让 比如说输入您的密码 然后当我们输入一些我们的密码以后 这个地方就消失了 然后就是用这个属性来实现的 嗯,我们再回去 OK,这些一些基本属性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它的大部分属性都是跟我们的UI Will 继承自我们UI Will的 然后还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属性 然后一些常用的 刚才也和大家说了 我们点了这个居中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已经居中了 嗯,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一个 UITaxField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有一个Delegate的一个属性 这个Delegate是可以说是一种设计模式吧 它会把我们这个空间的一些操作 然后来交给我们其他的类来进行 如果大家对这个Delegate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自己搜索一下这个代理模式 然后呢,在我们的IOS这个UI Kit里面 是大量使用这种模式的 不光我们的TextField有它的Delegate 然后包括以后要讲到的Table Will啊 Scroll Will啊 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空间 都是有自己的Delegate的 这个Delegate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 来扩展我们这个TextField的功能 嗯,但是这个就只能去代码里面来实现了 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这个Interface Builder里面来做 所以我们去到我们的代码环境下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给大家讲解 我们这个UITextField的代码的代理如何去使用 然后以及它的一些功能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为了可以操作我们的TextField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Outlet的 然后我们把它声明成 UITextField 嗯,然后我们改一下名字 把它改成TempField OK,然后做完这步操作 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 我们去把它连接到 我们还是拖动一下 然后连接 OK,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代码里面操作我们的TextField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当前我们的这个UiViewController 然后它是继承自这个UiViewController的 然后呢,我们还要让它实现另外一个协议 这个实现协议 大家应该在学习Swift的时候就有一定了解了 然后我就不去多说了 然后呢,我们要实现的这个协议就叫UiTextFieldDelegate 当我们这个UiView要去实现这个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就以这样的语法来进行 有了这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下一步我们需要把 我们当前的Controller 然后复制给我们这个TextField的Delegate 这样我们这个TextField当它需要去使用一些方法的时候 它就会去我们当前的这个UiViewController里面来找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Delegate究竟都有什么样的方法 然后我们这样,Control,Command,然后加点击就可以看 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UiTextFieldDelegate的一些声明 这些方法就是说在我们这个TextField的一些生命周期中 可能会被调用的一些方法 然后呢,如果我们设置了它的Delegate 这些方法呢,就会在我们这个UiViewController里面去进行一个寻找 然后如果它找到了呢,它就会去执行 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算了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都是声明成这个Optional的 就是说明这个方法是可有可无的 如果它不加这个Optional呢 我们就要必须去实现一些方法 在UiTableView里面有一些要必须去实现的方法 但是我们这个TextField的所有Delegate都是Optional的 刚才我们说到的 我们点击那个键盘最右下角的键 然后让键盘消失 我们就需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些这里面的这些代理 我们先来实现我们刚才说的 点击右下角的确定键 然后让我们的键盘收缩 然后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个代理 TextField should return OK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controller里面去 我们把这个方法沾到这个地方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它沾到这儿 然后我们只会直接返回一个 处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一个处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就是说 当我们点击Return的时候 这个方法会被调用 我们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老样子 打一个print 看一下 OK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运行下处理那个模拟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会不会被调用 弹出键盘 大家看到了吗 当我们点击这个键的时候 这个TextField should return是会被调用的 但是我们点击的时候键盘并没有消失 对吧 这个和我们直觉是不太一样的 这时候我们就来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先去把那个next改掉 我们改成蛋 我们把这个地方修改一下 然后改成完成 就是说当我们点击完成的时候 OK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TextField是有一个方法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方法是有一个参数的 这个参数是这个TextField 这个TextField呢 就是我们设置代理的那个TextField 每当我点 就是说现在这个被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就已经是我们在页面上看到那个TextField 我们只需要对它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TextField有一个属性 叫做 resign first responder 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取消他自己的第一响应者的位置 关于这个第一响应者 这个事情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进行讲述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然后大家就知道 当我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的这个键盘 就是我们对TextField来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的键盘会消失 OK 然后我们运行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点击 然后我们点单 大家看到了吗 调用的那个方法 然后键盘就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方法 这Delegate的使用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Delegate 然后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吧 这些这几个方法有就是在我们这个Delegate的生命周期里面会被调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有Begin和这个End的一般是一一对应的 然后Begin editing呢 就是说我开始编辑 然后End editing就是结束编辑 这样其实直接从他的这个名字里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Delegate是用来干嘛的 所以我其他的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我也就不细说了 OK 这节课给大家讲述了一下UI text field的使用 然后也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这个Delegate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如果但是讲的不是很很深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才去进行一些学习 这节课我们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我应该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UI空间 我只会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些空间具体是干什么的 但具体怎么使用呢 我就不会去进行深入的一个讲解了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这几节课讲述的一些内容 其他的空间就基本上都是大同小页 但是UI table wheel和UI scroll wheel相对会比较复杂一些 这两个空间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的清楚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学习的话 可以去查看我的另外一个课程 就是那个网易新闻客户端首页的那个实现 那里面对UI scroll wheel和那个UI table wheel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K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区别验证码系列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节再见 拜拜